资金上号 大家好 我是杜基燕 我是在一家 从事医学跟护理教学模型的公司 担任执行长 那在这家公司的资历 大概有20年 公司主要的客户对象呢 都是一些医学院 护理学校或者是医院 那我有两个女儿 那在去年跟前年 都分别从大学毕业了 那我们感情很好 那谢谢金明 你今天邀请我上节目 那其实金明也是我的学弟 然后他觉得说 上节目可以分享一下 我的职场生涯 还有亲子之间的一些互动 还有我们相处的一些方法 那我觉得很有意义 那我也希望透过今天的节目 我自己或者是听众 都能够有获得 谢谢 资金长其实就是我专科的一个学姐 那我们都叫燕燕 那我们在节目中就叫燕燕 好 燕燕跟我们分享一下 先从家庭开始分享好不好 你过去的家庭环境 其实我是单亲家庭长大的小孩 然后五岁的时候 我爸爸妈妈就离婚了 然后妈妈就带着我们弟弟一路 这样子很辛苦的 带着我们长大 对 大概是这样的家庭背景 你觉得过去那个环境 对你有影响吗 当然有 因为其实母亲一个人带我们成长 那其实我可以从他身上看到 很多那种坚毅的个性 那你说这个影响是好或不好 其实都有 但是至少我觉得好的部分 我学到了他的坚强 然后在时间的管理上 我觉得也有比较自律 比一般同年龄的小孩比较自律 因为妈妈就是都是晚上必须要出去工作 那就剩我跟弟弟在家 所以我们要自己处理我们的晚饭 然后国中时期可能就需要补习这一类的 对 所以这是这一方面的影响 对你在学业上会不会影响 因为单亲的这样环境一定会比较辛苦一点 然后你会在学业上特别的要求 或者是更想出人头地吗 你觉得 学业上的要求 其实我妈妈对我们学业上的要求还好 对于品格的要求会比较高 那我对我自己的话 当然其实以我的个性来讲 也没有这么追求一个极致 但是我会希望至少能够在水准以上 那对于我有兴趣的科目的话 我才会多花一点精力跟时间 这样对那经济上的压力还好 因为其实我妈妈没有给我们什么经济上的压力 对 所以至少在学生时代你还是蛮自由就对 自由 并不会说科业被特别的要求 或者是在经济上要你一定要比较半工半读还是怎么样 没有 半工半读我没有 那后面打工的这个经验都是纯粹我自己想要去体验 或者是多赚取一些零用钱的这个动机 对 接下来我们就来讲 你主要的学历就是中国工商 后来没有再念大学相关 大学我没有再继续 至到前三年我才到了台师大念了管理研究所 然后去年去年毕业 那个就是在职进修 其实对 它是算在职进修 但是也是一个管理硕士的一个学位 因为它是在管理学院下面 等于你这20年都是靠专科的学历在打滚就对了 后来到现在才开始去回头念一个EMBA 对 所以我们就来讲 你那时候为什么专科念完你就直接就就业 并没有像一般人还会插班大学什么的 我觉得虽然我的妈妈没有给我这个经济上的压力 但是我觉得我自己应该要能够自立 然后减轻妈妈的负担 所以这个是我马上想要就业的原因 当然那时候其实我也跟一般的学生一样 因为我对英文特别有兴趣 所以我也去考了托福 那托福的成绩也足以让我去申请国外的学校 但是我觉得我应该不 我不想做那个选择啦 所以我还是就直接投入了职场 你英文大部分都自学的吗 没有国中的时候 也是有补习 有补习 哇你妈好了不起 对我觉得他很棒 对就是捷径他的所能攻击他能给予我们的 对 所以你后来出社会大部分的工作 其实你的英语能力都蛮重要对不对 是对 我从事的工作其实跟英语的能力有绝多的相关 对 那就是包含从一开始可能攻读的时候 在那种肯德基的柜台也偶尔会遇到外国人 然后这个也能够让我能够应付 然后当然正式投入职场之后 从英文秘书 然后到当然不同公司我担任过不同的英文秘书 到现在的公司都因为是国外的代理产品 所以时常有参展或者是谈代理或者开会的这种机会 所以其实都一直懂得到英文 所以你职场上的工作 我来看总共才四个 四个第四个就是你工作20年到现在做到执行长 对 我在这个公司已经待了快20年 哇这样等于你跳动的这个流动的速率并没有非常的高 不会 其实我的稳定性还蛮高的 我的个性也还算稳定 那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现在我能够在这个公司担任执行长的原因 这个是一个我人格的特质 我觉得 跟结婚有小孩有关系吗 就是你本来这种稳定的这种性格 我觉得没有绝对关系 没有绝对的关系 因为其实我在婚前的时候 前面两个工作我也都有待到四年或五年这样子的经验 对 那是哪一年这个结婚的 我23岁就结婚了 为什么那么早 其实刚才讲到的影响我觉得这也是一部分 因为我觉得我很渴望一个完整的家庭 我也渴望一个男性的一个可以依靠的一个形象 所以其实我每次交男朋友我都想好想结婚 一开始都是以结婚为前提 对这么说 可23岁还是很早 即使你再喜欢这个对象 你怎么样在当初决定要走到婚姻这条 我们大概交往 那时候我跟大概交往 毕业一两年就结婚了 对两三年 我们是专科毕业的话是20岁毕业 对15岁进学校 国中毕业进学校 然后念了五年20岁毕业 等于23岁 对两三年我就结婚 那当然我评估的 评估的那个方向可能在那个年纪不是那么的深入 我觉得只是他的个性是一个成熟 我前夫其实 对不起 因为我现在是单身 我前夫到我14岁 他比较稳重是吗 对稳重然后也有一定的经济基础 那我觉得这样应该可以给我一个安定的家 所以大概交往了半年 我们就订婚了 后来就结婚 而且半年也非常快 等于你评估期很短对不对 对 是不是真的有评估也不确定 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因素 不过至少带来两个女儿 也是算这个婚姻路没有白走 而且你的女儿基本上现在来看她 目前为止她的学习成就还蛮不错对不对 是你有刻意的安排 是他们自己发展出来的 我不会刻意安排 但是在学习的路上 我会去引导他们 或跟他们沟通一些观念 那刚才我有提到 其实我现在是单身 所以我之前是其实是在他们 国小三年级的时候 我就跟我前夫分开了 然后到六年级的时候正式离婚 所以其实他们在学习的道路上面 我真正就是我陪伴在他们的身边的时间 可能没有办法像一般的妈妈这样子 不是全职妈妈 不是全职 但是只要他们有碰到一个人生比较重要的阶段 或者是在学习上面有什么样子 需要抉择的时候 我都会给他们意见 会引导他们 你那时候一开始决定要离婚 你怎么跟两个小孩谈 他们才国小阶段 对不对 其实那时候还懵懵懂懂的 因为我们一开始分居 那时候他们才国小三年级 那因为其实分开的时候 也不是太过愉快或平和 所以 一定有一些增值的过程 对 所以前夫也没有说 让我可以很规律的去探望小孩 所以我会利用他们午休的时间 我跟老师说 让我去跟小孩碰个面 然后跟他们一起吃午饭 其实这个 因为他们都要在教室里面吃饭 所以藉由那个时间 我可以跟他们聊一聊 就利用中午的一小时 对 然后到比较大的时候 就是我们正式离婚的时候 我有跟他们讲 是想跟我在一起 还是跟爸爸在一起 那其实小孩也不知道怎么做抉择 我说没关系 那应该是你们想待在现在的这个环境 就是学习环境 至少不会做一些变迁 然后我自己也评估 因为其实我前夫的家庭 他是有婆婆 然后我一个小姑也未婚 有家庭资源就对 对 所以这个家庭资源的这个support 会比我一个人单身来得好 所以我就让他们留在原来的家庭 对你来讲是很难熬 因为你是妈妈的角色 两个又是女儿 一般很多妈妈想破头 都会一定要抢 抢到这个女儿的这个监护权 你却能够这么理性的去评估说 怎么样对他们是比较好的一个环境下 我一直其实 我不晓得理性是我的优点还是缺点 所以我会站在一个比较客观的立场去想 是即便其实因为我跟我前夫的原来的问题 当然很大一部分也是婆媳的问题 但是我觉得我的理性也是让小孩子比较平衡的一个健康的成长 因为我从来不说别人 就是我婆婆的任何事情 我只每一次他都会有疑问来问我说 阿嬷说你怎么样 带着一些疑问来问 那你不会回头去批评就对了 不会 我只说那你想想 那妈妈做的什么有这样吗 那你再想一想 我都给他们一个思考的空间 我不会直接说对跟错 那后来他们这个慢慢比较长大 他们在求学的过程怎么去跟你互动 包括他们大学要选系的时候 你有参与一些意见吗 因为你本身英文很好 他们两个英文也很好 其实会 这个其实他们就会来问我 因为平时都有在保持互动 那所以像老大 他在念要准备考大学的时候 其实那时候是繁星 现在他们都已经改成这种推增计划 他在选系选校的时候 他就会来问我的意见 那时候我就会跟他分析说 你念 譬如说他那时候也有分数 可以到达念世青的这个 相关的新闻相关科系 然后再来就是名传的这个英文系 那我分析给他听 可能将来职场的生涯会是怎么样 是不是你喜欢的样貌 然后最后他自己就选择了这个名传的英文系 因为他自己语文方面也很有天分 那像小的的老二的话 问题就比较大一点 其实他学习的成绩并不是很好 但是因为他们两个从小都学舞蹈 那其实中间在国中的时候 即便每天他们都要去补习 或者是学校有课业 还是持续这个舞蹈的这个学习 那刚才讲到小的 他课业上表现可能比较没这么好 但是他在中途国中的时候 也曾经想要中断这个舞蹈的学习 那那时候我就有跟他讲 我说你要不要想想看 其实你课业上一直表现不好 他也会没有成就感 可是他在舞蹈方面 他就可以有很好的成绩 他会不会从小会被姐姐所影响 他变得比较没有自行 你觉得呢就姐姐可能表现比较好 会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其实不会因为我从来不比较 对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存在 那只是他自己对课业没有兴趣 但是又花了那么多时间 那所以我会 所以您刚才问的就是说 我会去引导他 我就会跟他讲说 那你这样跳舞的第一名第二名的时候 你有机会在全校的同学之前表现 因为学校会请他们上台表演 我说你可以获得另外一种成就感 那可是课业上你没有办法 要不要稍微休息一下就好 不要停 然后再继续 那后来他考大学的时候呢 其实第一次的成绩非常的不理想 那考到的学校可能就是台北以外最高学府的这种山上 然后又是设计 他喜欢画画什么这样子 然后就考可能这个分数可以上那个学校的设计系 我说你先不急着念这个学校 我说你如果你要念这个学校第二次再考 他这个缺一直都在 那你要不要再努力一下 然后我所以那段时间大概接近五月到七月 这个指考的时间大概两个月 我说我陪你一起每个周末 我们就来背单字 然后你数学不行就放弃他 然后我们就来背单字 然后他也愿意 所以我就给他一个进度 每周我们背多少单字 那后来他就考上了文化的德文系 所以跟他之前的成绩其实差蛮多的 然后他那时候也跟我讲 其实我不会左右 他他说那我不要念英文系 我说为什么 他说我要念一个特别的系 特别的语文的系 然后他就选了德文系 可是特别的语言有法文啊 有意大利语都蛮浪漫的城市浪漫的国家 为什么会选德文 德文蛮轻的 德文可是又蛮精实的 对啊 然后可是我也有这个我也有给他一点点意见 我又跟他讲说 其实德国的跟台湾的贸易也是蛮频繁的 然后但是法文或是意大利文 可能他们使用的语言的国家倒没这么多 所以如果站在以后的就业市场的话 也许选德文会比较好一点 那他现在有真的念到有兴趣吗 有其实他后来入学我还蛮开心的 就是后来他入学了之后 他有跟我说一年级二年级的时候跟我讲说 妈妈我现在很开心 我说对啊很好啊 如果你将来选择的那个学校 也许你现在不会跟我讲这个话 对那现在他虽然也许工作上不一定可以用得到 但是我觉得学校里面所带来的教育 跟周遭同学的影响还是对他现在的人生是会有影响的 女生的一些青春私密他们会跟你聊吗 包括以前学生交男朋友这些事情 会 你也会提供意见 会啊我会提供我自己 你完全说不能教20岁以前不是这样子吗 对我会跟他们讲这个底线 20岁啊 对我会跟他没有我是跟他讲高中时 我没有说20岁我说大学以后可以交男朋友 而且要多教 多比较是不是 对要多比较不要像我一样这么早走入婚姻 可是你学生时代你也是教很多啊 对啊 所以你选择比较快啊 是对啊对啊 那我会跟他们讲要多交往啦 然后不要这么快走入婚姻 所以像小的他交男朋友的时候 我就说那你要带来给我看啊 那他也带来跟我吃饭啦 就一起大家吃吃饭这样子 对然后也分享 这些男朋友有符合你的期待吗 因为现在年轻人难免都比较废一点 就是可能打电动啊干嘛 或是不像我们这么精实啊 你觉得男朋友符合你的期待吗 他不需要符合我的期待啦 我觉得他可以这么说 因为我也不觉得他会是我女儿的最终的人生伴侣 然后在这个阶段 他只要是一个品格端正的人 然后我觉得就好了 那其他的事情我倒没有设太多线 但是安全上我会提醒我自己的女儿要注意 对 哇你真的蛮开明的 有时候我看到这个 女儿的男朋友是干嘛 平常在干嘛 就很摇摇头说 哇这么年轻为什么不多增长健文 或者是怎么样 为什么会去做一些现在年轻人会做的事情 是我们期待太深了吗 我觉得这个我会适度做一个调整 因为可能就是我自己在职场上 我也看到有些新人进来 他就不像我们这个年代的人 这么积极的学习 然后这么有效的去管理他的时间 那我觉得这个时代的变迁 我们如果一直坚持在我们的观念 他就是要有效的运用他的时间 这样子就是要很积极的去学习 他本位以外的事物 我觉得有时候我也会把自己搞得很痛苦 那我觉得最终的目的就是 你把目标设定好 然后可能以我的女儿来讲 我觉得他快乐他安全 这就是我最要最终需要的目标 那在这个前提之下 我觉得有一个可以允许的范围 就让他自由发挥 对 好接下来我们来讲你的职场 你职场上一路的这个成长到今天 都是职场上很努力 还是你有额外再去做一些学习 我其实我其实蛮蛮努力的 我所谓的努力是我 当然年轻的时候记性好 然后再来第二个原因 我会觉得是 我会对于我虽然不熟悉的事物 或者是我没有接触过的事物 我还是会很愿意去接受挑战 或者是长官给我的任务 那在这个前提之下 如果我接到了这样的任务的话 我就会去尽量去搜集一些资讯 或是花时间把它记下来 举例像说那时候毕业之后 第二个工作我是到ICI防水涂料 在台湾的一个代理商那边工作 那其实跟我所学习的领域 除了语文有运用到之外 其他的专业是我没有学习过的 那那个工作的时候 像有时候会有设计师 或者是一些专业的人 需要讨论这些防水材料 或者是一些产品的资讯 我都那个时候我就可以 偶尔代替老板做一些这个方面的处理 那就要去学习防水相关的专有名词就对 不是只有英文绘画而已 当然然后我也会把一些数据给背下来 就是它的一些防水性 它的抗压性这类我会试着把它背下来 然后就可以在我跟对方沟通的时候运用的到 你过去这些职场的替换都是你自己去找的 还是说透过一些机缘 或者是透过一些人头公司这样去找的 都是我自己找的 对 那你怎么来评断一个公司 做到差不多该换的这样子 一直到最后你才稳定下来 其实刚才讲到的那个防水公司 后来就是 你也待五年也蛮长的 对对对 然后是后来是因为 那个换工作是因为结婚 然后后来有小孩 所以我想换一个离家比较近的工作 纯粹这个原因比较单纯 然后来到30岁那一年 再换到现在这个公司 我的评估是 首先当然那个公司的规模也蛮小的 因为是一个家庭公司 但是离家近 再来就是最主要是老板的个性 其实比较阴晴不缺 所以这批 就第三个工作就对 对第三个工作 那所以我觉得30岁是一个门槛 我如果再继续待下去的话 我可能转职的几率会变少 然后小孩那时候也上幼稚园了 所以我想找一个比较有规模一点的 然后再来就是比较有制度的公司 等于他上幼稚园你就比较心思就不用花这么多就对了 白天有人学校帮你雇了 对啊对啊对啊 所以你就可以开始回头探索自己的一个发展 对对我就可以比较去检视我自己在职场上面 我想获得什么样子的成就感 然后因为我刚才有提到老板的脾气的问题 所以可能在那个时候有一些自尊心 或者是一些工作上面也会有蛮多的不愉快 对 这个工作为什么能够做20年 你那时候一进去也是英语与相关的秘书吗 对就是在国外部担任一个秘书 然后 要跑国外客户吗 我们是代理商 我们就不用出国 对要出国 就是我们去国外可能去看展览 看展览 然后寻找一些新产品代理进来台湾 然后卖给这些医学院 那是你的工作吗 是 在国外部秘书的时候就是要找去看展览 然后到后来其实就是因为我们业务部的一个经理 他移民美国 然后老板的年纪也不是比较大 是在社会上他打拼的年限比较久 所以他有点想办退休了 那这样的一个机缘 他就问我说愿不愿意做业务相关的工作 那我觉得对我来讲是一个挑战 没有错 但是我觉得也是增加我自己一个收入的一个机会 因为行政与内勤的工作 毕竟是一个比较稳定收入的方式 业务就既然有一些奖金 对 所以你就从英文秘书跳到业务部就对 对 然后跳到业务部之后 我想后来老板也有看到 我一个一些人格上面特质就是比较稳定 然后再来其实我这个人蛮理性 而且我没有什么太大的私心 就是在公务上面来说 那所以他后来就把一些管理的工作也交给我 然后一直到现在 就等于说他越来越信任你就对 是啊 我觉得主持人讲到信任两个字 我觉得很重要 其实有时候信任的累积不是光靠嘴巴说 就像有时候我们的同事会跟我讲说 那个老师或是哪个客户 他就是不相信我说的话 那我觉得信任这两个字其实是靠时间的累积 别人都在观察你的所有的行为 跟你这一段时间来的表现 所以我觉得信任其实是要靠时间累积出来 对 不是靠你嘴巴讲他就一定要信任你 一定是你的长时间表现出来的一些行为 对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有时候他们都太速成了 或是是说我现在的表现 你拿出来的表现就希望对方能够相信 这个其实放在哪一个方面都其实都是不可行 应该说是不可行 因为信任的这个基础 他其实是很要虚过经过一个时间的累积才能够达成的 我知道现在可能大家都比较想要快速得到一些掌声 对不对 就好像你FBPO文一样 你今天吃了一个美食PO出来 如果没有人按赞 没有人说你好棒的话 你就会很失落 你就觉得说 我今天花这么多钱吃这么高级的料理 为什么没有人来赞美我 这样你就会 对啊 可是我觉得他们有时候看到对方的这个成就 或者是看到人家获得的赞美 其实他没有往后一步去思考 他这些是怎么获得的 就像我现在可能有 我还是会有负责一两个key 比较主要的这个客户 然后 你亲自负责 对我亲自负责 当然就是比较重要的客户 当然 那有时候他们可能看到我做这种很集中的案件 可能一个案子就几百万上千万 就吃味 其实我刚开始的时候他们会这样 因为其实我做这个管理职的时候很多同事 有几个同事都比我还资深 但是老板选择了我 其实那段我经历了一段这种古时期 那可是我觉得这个我会有这样的机会降临在我的身上 都是因为我跟客户当中的互动去累积出来的 包含我能够提供给客户什么样的有用资讯 而不是只是来销售产品 因为举例来讲老师的世界或者他的工作环境都是一个比较封闭的环境 可能都是在职场都是在学校 那个性上也比较单纯 可能也不一定知道别的学校发生什么事情 或者是社会上有什么样子的一个行为的变动 但是我可以把这个资讯带给我的客户 我们就有互动 我去的身份不是只为了销售产品而已 而是我们都能够有一个互惠 彼此加分 那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信任的累积 他就会觉得你这个人 不光只是来卖我产品 同样在后续的交易行为来讲 我也可以很顺利的把它完成 然后做到我说出去的话 我觉得这个都很重要 都是要时间去培养 并不是你嘴巴讲的一大套 人家就一定要选择信任 有些人走的路 他是一直不停的跳槽 去累积资历 累积年资 然后累积一些丰富的工作经验 你是一路待了20年到现在 你跟大家走的路是完全比较不一样的 对 可能我 我觉得当然滚石不生胎 但是有的人也会觉得说 这样子一直换职场 可能会累积一些不同的人脉 或者是在薪水上面会有一些加分 但是我觉得在同一个公司 如果你能够表现的好的话 也不见得不会获得这样的机会 其实都要看个人 他自己愿不愿意走出舒适圈 然后再来呢 你在工作上的表现 当然如果老板看得到 他也是会给你一个大幅度的一个福利 或者是说薪水上面的增加 对 你这样讲 遇到好老板 可是现在很多年轻人 就批评一些冠老板或坏老板 他觉得他的努力老板都看不到 或者是他会先入为主的观念认为 老板就是要压榨员工的 然后自然就会产生一些对立状态 是 我觉得这里面有存在两个问题 就是老板有没有看到你很努力 我觉得当然 现在如果以一个社会上面的一个学历门槛来讲 大家都要大学毕业其实不难 但是你怎么样在人群当中让别人看到你 我觉得首先你自己要愿意勇于表现 当机会来的时候 你要愿意勇于表现 不用太过于谦虚 这也是我常常告诉我女儿的 因为有时候机会就是这么少少的几个 你要把握住 你谦虚推却了 那你可能下一次就没有了 那再来要勇于接受这些来临的这个挑战 因为像我自己的经验也是 同样虽然是在这个职场 我是做这个学校的生意 可是他也有不同的科系 可能我专长是在做医学系跟护理系 但是如果有别的复健系跟职能系 甚至我后来做过世光系 老师就是因为信任我 他觉得你可以 那当他告诉我的时候 我也回答他说我可以 然后老师好 没关系 院长你放心 我去帮你找资料 然后成立新科系 所以当机会来的时候 你是不是愿意接受挑战 再来就是运用资源去收集资料 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 至于对于额外的工作 或者是老板的压榨这种行为 当然我觉得这个是要看状况 但是我觉得如果是对于你自己的能力 有加分的这个任务的话 我觉得倒是可以接受 然后让自己的能量可以增加 欣然接受挑战 当然一定有一些坏老板 可是比例上还是少数了 大部分的老板还是很珍惜他的好员工 当然 其实我觉得人才的培养 其实现在我做管理是这么多年 我觉得人才的培养真的不容易 站在公司的立场其实要花资源的 然后再来可能有的新人 特别是新人或是学校毕业的 这个刚毕业的学生 他们会觉得说 我带着一个我愿意学习的态度来 其实当然学习的态度是必备 但是我觉得更需要的是要调整一下 其实你要怎么样让自己能够更快的做出贡献 因为你在学校学是要付学费的 你来公司是公司付你前去的 所以这个心态你不要一直带着说 我愿意学习 其实这个是要适度调整 我们讲一下你一路在职场过去 包括你做这么高阶的一个管理层 你需要交际应酬 那交际应酬 以你女性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你过去有没有遇到一些困难跟障碍 以前的职场难免需要 但是我觉得其实就是把自己的尺度 把握好就好了 那现在的职场也是偶尔需要 但是因为我所对应的客户 基本上素质比较高一点 就不一样 不是一开始的业务就对 对对 那可能都是一些学校的校长院长 或者甚至私立学校的董事长这一类的 当然也是会有这一类的应酬文化 但是我觉得在女性的角度上来讲 我觉得你的行为举止 如果表现出来是有一个分寸的话 其实对方对你的反应也不会太过超过 我懂 因为有时候女性遇到这个交进应酬 她尺度如果不好拿捏 或是说她完全都没有任何跟客人这个应酬的空间的话 有时候也会有一些障碍对不对 那到底怎么拿捏非常麻烦 可是我觉得其实首先要衡量自己的能力 举例像应酬文化可能我们难免 我觉得转换一下心态 就是说其实跟客户当朋友是一种很好的行为模式 如果说有一个客户愿意帮你当朋友 他下班的时间也愿意花在你身上 然后或者是他有什么快乐的事情 他也想找你一起分享的时候 你不要把他当成应酬 对我觉得朋友一定照顾朋友 然后所以当他有一个好的机会的时候 他也会想到你 那至于喝酒这件事情 可能我们应酬会想到喝酒这件事情 我就会衡量一下自己的能力 我同样也告诉我的女儿 你在家就先喝 喝看看你到底你能喝到多少 你会醉 去试自己的酒量 对你的底在哪里 然后才不会去外面 你就失态了 或者是说会有一些脱绪的行为发生 对 那我觉得把自己控制好 那可能也就是理性带来的好处吧 把自己控制好 我觉得就不会太超过 所以这么多年来 对你都完全没有造成困扰 情绪上面会有一些困扰 但是这是属于我自己可以处理的部分 我个人调整的部分 对那外在表现 我可能都尽量把它维持好 对 好 最后我们来聊 你后来这两年又去念这个EMBA 为什么你会决定要再回头念 念一个硕士班 我觉得这个其实跟我大概三年前生了一场大病也有关系 我三年前开了一个刀 然后其实我以前就是离婚之后的工作跟生活其实还蛮单纯单调的 那那次刀就是因为我发烧 然后肚子痛 然后我还坚持就是出差 当然不出差 到回来才发现其实是蛮严重的 那当然也跟之前的医生有误诊也有关系啦 然后开完刀之后我就变得走路 行动都要非常的慢 快不来 快不来 我以前是到国外出差可能英国出差 大概四天五天我就要给他来回的那一种人 我就是要把握时间做所有我可能做的事 走路也是非常快的 然后开了刀就快不来 那后来我觉得我其实人生应该有一些事情我可以慢慢来 然后再来其实我前两天有听到一个广播节目 那个一个心理师 苏心理师他有分享 他在 苏与新 对 他有讲到一个我觉得蛮有趣 某部分也是我的一个个性 就是他是不是讲到一个症状叫做冒牌者 类似这样子的一个症状 对 所以某一部分 我在社会上这二十几年 常常有人跟我讲说 耶耶 你看起来人也长得不错 然后拥有的经济条件 物质条件也都不错 每次人家这样夸奖我的时候 其实我都还蛮心虚的 我真的不觉得 我也不晓得该怎么回应人家的这些夸赞 那再加上我的职场 因为对应的很多都是老师 所以我觉得我好像缺少了些什么 所以我想再去进修 念一言毕业是一个进修的方式 同时我也去 就是上了像卡内基这样的课程 我也去上了信念的课程 去调整我自己的信念 我怎么样能够爱自己 然后知道自己是好的 值得被爱 值得被尊重的 那所以我就后来做了这些学习的过程 对 原因都是因为生了一场病 然后让你知道 人生应该还有一些东西要追求 不是只有一直在工作上去 对啊 对 然后我也想真正的增加我自己的自信 而且我相信EMBA更大的收获 一定是一票那个同学 对不对 因为各业界的精英 大家在念书一定会更有一些脑力激荡 讲一下你那一班好不好 当然EMBA的同学都来自四面八方 然后我觉得同学的资源 当然可以带给我们一些冲击 因为每个人都在各自的领域是 他可能是一个领头羊 但是这样子的一个课堂上面 大家有不同的经验分享 或者是他一些背景方面 所带给你自己的另外一方面的思考 我觉得这个很好 那但是我个人会觉得呢 更重要的是可以培养一些逻辑方面的思考能力 那这个是EMBA带来比较大的一些影响 对 然后去年顺利毕业 对啊顺利毕业 毕业要写论文吗 当然要啊 你的论文题目是什么 我的论文题目是跟长照机构设立相关的 就是未来比较一个promising的事业 你为什么会关注到长照 这个其实可能跟我接下来想做的事情也很有关系 我接下来其实想做的事情是成立一个长照机构 对然后所以我做了一个这方面的研究 超前部署就对 对啊 可是因为是因为家人有关系吗 所以你去关注到长照议题 还是看到社会现象 最主要是社会现象 还有一个经济面的一个需求 当然因为毕竟如果我从这个职场想要再有别的发展的话 我觉得可能自己创业会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然后因为老年人口其实在2025年就会占我们全国的比例在20%到25%左右 所以这个需求面其实是非常的大的 然后社会结构的改变这些等等 所以应该也是跟你的职场跟医疗相关 所以你会比较敏感就对 对会 就是从各方面获得的资讯 我会注意到说这个结构的改变 或者是哪一个区域 它对于这个长照的需求会比较多 所以这个方面会带给我一些这个评估 好 最后我们用家庭来做结语 好 你对你两个女儿的期待会不会像你希望这个一样这么早婚 然后让你抱孙女 然后你变成阿嬷 当然不会 你不会这样子想 我不想那么快升级 但是我一直都告诉我女儿 就是说不要太早结婚 多交男朋友 然后多评估 就算你跌倒受伤都没有关系 所以我女儿之前失恋也会来找我哭哭啼啼的 我说没有关系 然后就是多交多比较 晚一点学习 那我期待他们呢 其实最重要的要先要爱自己 那他们也都学到了 真的女生如果你不爱自己 男生就不会珍惜你 很多男生真的是 你哭哭啼啼他越不理你 如果你表现得很坚强 男生反而会觉得说 我跟你分手好像错了 你怎么原来你这么棒这么独立 我都不知道我以前以为你会一直黏着我这样子 是而且你真的爱自己 你所散发出来的讯息 跟你脸上的光彩都会是不一样的 就跟我们现场的光一样 散发出你爱自己的一个气息 当然 然后而且很多人常会讲说 我希望以后将来跟你有多好的未来 或者是不管是你的人生爱情 或者是你的工作 我都期待以后会怎么样 先不要期待以后 现在你活在当下 你让自己能够发光发亮 你跟那个人相处的是快乐的 他看到你都是漂亮的 然后开心的 其实你们就会有很好的未来 所以我觉得爱自己真的很重要 所以我期待我女人能够爱自己 然后呢 自己可以去追求自己更好的人生 走到自己的路 不要急着像你23个走路婚姻就对了 是啊 对 好谢谢我们的杜姬燕燕 为大家介绍她的资产生涯 谢谢 谢谢金明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